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北京向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述貞 李克強說香港經濟明顯下滑 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複雜局面 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認難疑想殊懷不義 中央充分肯定她的努力 會一如既往堅定支持她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汪浩然報導 總理李克強一改慣例不在中南海紫光閣 改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上京述職的林鄭月娥 李克強主動提到修例風波延續至今 對社會多方面造成損害 中央將會一如既往堅定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堅定支持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和堅定不義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遭到了重創可以說是面對著前所未有的嚴峻 複雜的局面 你呢 他帶領特區政府接近全力的維護社會穩定 也出台了一系列 保企業穩就業的紓困舉措 這些可以說都是迎難而上 處為不義的 中央政府對你和特區政府為此做出的努力啊 是充分肯定的 香港呢 現在還沒有走出困境 特別新中央政府啊 要繼續努力依法止暴止亂 恢復秩序 並且要抓緊研究啊 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當中的一系列 深層次的矛盾問題 維護香港啊 長期繁榮為定 總理各位領導早上好 非常感謝總理對於香港最近的關心 也是對於我們局勢的研判 過去一年 我們的無論是在政治經濟社會方面 真的出現了一個非常嚴峻的局面 出席會面的還有副總理韓正 國務委員超哲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 和中聯辦主任黃志民等 有線烈士記者黃浩然報導 你會想要 我不會選擇 我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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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